张化县西州乡爆发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一名在加拿大住了十多年 两三年前才回到台湾的被害人汤信父子 103年以新台币9500万的价格 向许信夫妻买下西州乡荣光路旁的长顺砂石厂 想不到就在104年4月份 双方完成点椒之后 负责任汤清池在进行厂区整地工程时 竟然发现有大约一公顷的土地 地下掩埋了大约五公尺深的非法废弃物和垃圾 他立刻联络原地主前来处理 想不到原来的负责人许静旺 许王宝随夫妻就此必不见面 他气愤的说他被骗得很惨 他们的村庄也告诉我 我告诉他们的村庄告诉我 他们的村庄在那里给他买二十几年 告诉我说这里面都黑掉了 在北边那里有台本数 然后我这里来 我叫他来 他说你自己去处理 针对这一起环保事件 当初介绍土地买卖的灵性仲介 跟原本厂顺砂石厂的厂长 都出面表示 这一批大约有五万立方米的垃圾 是原地主许静旺 许王宝随夫妻陆陆续续掩埋的 但是记者打电话向许姓夫妻求证时 他们却回应这些垃圾是汤姓父子自己掩埋的 那不是啦 那他自己拋的啦 我没带啦 那你拋的 那我把他拋的 好好好 对啦 我把他拋的 他自己处理的啦 我没处理啦 许姓夫妻甚至还因为厂顺砂石厂负责人汤青池 以扣住他的买卖尾款为理由 向法院申请查封 汤青池也立刻向彰化地检署 对这对夫妻提出诈欺 跟违反废弃物管理法告诉 目前西州乡场顺砂石厂负责人汤青池汤志军父子 除了必须设法解决厂区内的垃圾问题之外 还经常接到有心人士的检举 责疑砂石厂使用非法炉渣 负责人汤青池澄清说 厂顺砂石厂绝对都依照相关环保规定 使用国营公司中钢中联出产的合法集配地料 建构厂区各种软硬体设施 目前虽然感到十分辛苦跟委屈 也愿意接受政府相关单位的意见跟监督 希望环保的问题能够依法尽速解决 记者林永秋 刘淑平 彰化报导